正在直播女蓝亚锦赛半决赛 中国女蓝VS日文女蓝 首发出炉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球女朋友 能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蓝最新情况 在之前作为中国女蓝来说 没有什么打的赛事 但是呢到了9月份 我们将会迎来女蓝世界杯的比赛 这次比赛也是非常重要 作为中国女蓝来说 也是非常重视吧 除去我们的成年队之外呢 中国女蓝U18正在征战女蓝亚锦赛 这次比赛啊 中国女蓝U18遭遇了很大快难 小组赛三场比赛输了两场 而且呢我们在昨天的比赛中 击败韩国队之后呢 进入半决赛 半决赛中我们将会再次的遭遇日本队 在此前小组赛中啊 中国队是输给了日本队 可以看出呢 日本女蓝是非常强劲的 今天晚上8点30分 中国女蓝将会VS日本女蓝 这场比赛啊是一场生死之战 谁输谁就投胎了 作为白场比赛来说 中国女蓝也是期待能够击败队数吧 因为在此前的14页比赛中 中国队获得了13次冠军 足可以看出呢 是绝对的王者 目前来看 在上一次交赛中 中国队虽然输球 但是呢整体来说 表现还是可以的 我们相信只要是减少失误 我们是完全有机会 能够击败队数的 白场比赛呢 中国女蓝可以说 也是配出了最强队容 五人首发也是出炉了 中国队的首发五人是 五号胡林多 六号初慧轩 八号李文霞 九号李清阳 十四号蒋家童 可以说作为主角来说 是配出了最强队容 我们期待 中国女蓝能够在白场比赛中啊 击败日本队 王手得进行决赛 也是希望呢 能够延续咱们中国女蓝的传统优势 能够击败队数吧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蓝加油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再见 还给他看一下 转 top 进行冰就 小名流球 月 温暗 一下 劲 god 月 我 阅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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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